还记得那年,我刚上三年级,弟弟一年级,家里养的母猪产了猪仔,一般母猪产仔都是十一二个,那次我家母猪大发神威,一胎生了十八个,结果不到两天,接近五百斤的母猪就被这十八罗汉转世的猪仔吸收了一大圈,爸妈急了,那些猪仔都是钱啊,要不是作为男儿生,老爸都恨不得自己上去给猪仔喂奶。 来,关键时刻邻居王大娘出了个主意,买廉价的奶粉重来喂,就这样家里多了好多奶粉,大包套小包,小包拆开分八包,一桶加量的奶水新鲜出炉,粘稠粘稠的,香味扑鼻,水也无法抵挡那种诱惑,可毕竟知道那是喂猪的,再产也不能和猪抢吃的事吧。 姐弟俩忍了,可不过半天就都忍不住了,下午爸妈刚刚出门我俩就撞在堂屋里,弟弟问我干啥,我问弟弟,你又干啥,两人心中有鬼,大眼瞪小眼看了看,发现目光都在奶粉上面,这还等啥,一人抓了包用冷水泡着就往肚子里灌,味道果然没让我俩失望,好喝的让我俩连碗都舔了个干净,干净的跟狗操事的,舔完又鬼鬼祟祟的凑近弟弟,晚上再整一包,弟弟眼睛笑成, 捞了月牙,又拍手又点头,可还没到晚上我俩就发现不对了,胸口火烧火燎,胃力阵阵净乱,跟怀了个猪仔在里面捣乱似的,这还不算,张嘴就留哈喇子,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狗成精了,干活回家的老妈认为我俩太久没吃肉才这样,心疼的逮着老爸就又锤又骂,看把孩子缠成啥样了,老爸猛低中额头挤多了几个轻包,疼的丢了锄头就跑,声音远远传来,明天就去买肉。 买两斤,肉还没买,就听见卖冰棍的路过,此时我和弟弟正为离火烧难受,听见冰棍四只眼睛同时亮了起来,当即缠着老妈买,随着冰棍入口,我和弟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对症下药,吃一口心不烧了,吃两口没猪仔踢了,吃三口四口,我俩重新活蹦乱跳起来,家里又恢复了鸡飞狗跳, 看得老妈嘖嘖称奇,吃了就不流口水,这冰棍难道是肉胃的,肉胃不肉胃我俩不知道,只知道从那天开始,我和弟弟就开启了和猪仔抢奶粉吃的模式,猪吃一桶我俩就整一包,猪吸我俩钱,猪宝我俩烧,猪睡我俩就缠着大人买冰棍, 连续几次大人觉得孩子是不是有啥病啊,这都吃了十几斤肉了,咋还跟狗子似的流哈喇子,爸妈慌了,带我俩直奔医院检查,又是把麦伸舌头,又是咽血,最后得出结果,嗯,吃太好,各胖了十几斤,得知结果的老妈又急了,转身逮着老爸开锤,老爸再次猛逼,好不容易挣脱,黑着脸问,又咋了,老妈说,明天开始,半个月吃一次肉,儿子长胖还好,闺女胖了, 以后没人要,老爸怒了,不买就不买,你捶我几个意思,老妈好道,你买的肉,不捶你捶谁,老爸心里冒出来千万匹羊驼,爸妈什么时候削减了伙食的我和弟弟不知道,只知道猪吃一顿,我俩吃一顿,虽然吃完难受,但依然不肯丢下一顿,我俩怕呀,看着猪仔一天天长大,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断了奶,最终我俩没等到猪仔断奶,因为我俩先断奶了,再次冲泡时, 被回家上厕所的老爸撞上,那天晚上挨的打是双份的,我炸山中的规则永远是,小的犯错一定是炸的带头,挨打不重要,重要的是现在我和弟弟一个230斤,一个180斤,一个1米6,一个1米55,老妈说的对,现在不止闺女没人要,儿子也没人要。